危機管理是90分以上 你出手就把所有人都打死了 教科書等級的危機處理 也是一個教科書等級的競選 面對抹黑的反應 口條啦 講話的方式啦 還有拿出來的證物啦 還有那個眼睛 眼睛也夠傻 90分以上 高雲安實在是一擊戰跳 以後應該要學高雲安 先設計好口袋證明 然後又離身路 進去見面 就算了 我的美國的博士DA論文 在學術倫理上面 已經沒有所謂的 抄襲和票竊的問題 到底是要加相信鏡周刊 還是相信美國信心納提大學 你是相信慈濟 還是相信我們的衛福部 你是相信台大 還是相信我們之間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媒體跟政黨輪為一線 一起當打手嗎 我高雲安今天從小到大 唯一與台大不說 我們師大也是 防守進去 學術成績第一名畢業 我覺得選舉也不要選到沒有人性 把一個正常的人 專業的人 把一個說成黑的 我現在就直接現場下載給大家看 我想希望蔡英文總統 也可以做到這樣 安明志堅這個如果要來鼓勵的話 真的是污辱我了 我不會像某些候選人一樣 躲在其他的立法委員的背後 由其他立委來解釋他的論文 今天民進黨要想要用這種米巴戰 把全台灣人打成林志堅 我覺得這是考驗全台灣人的智商吧 如果要用林志堅的這個標準來看我的話 我都覺得 沒有問題 完全經得起檢驗 因為林志堅的標準 實在太多了 選舉不可以這樣 選舉選到這樣 真的沒人性 不要把選舉打得正門優 首先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說的是 過去我對於翁達瑞本名陳時分 在網路上的爆料 從去年開始 9月10月各種的爆料 其實說真的 他畢竟就是一個匿名的網路上的帳號 我本來並不想要對這樣子一個匿名的帳號 去做任何處理 無奈是在進到選舉之後 這樣子的一個匿名的一個文字 其實對我來說 已經產生了非常大惡意的影響 甚至也毀謗了我的名譽 所以我才會在8月的時候進行的提告 那我也必須要跟大家說 今天我看到的媒體的報道 其實大量的是 引用了翁達瑞 陳時分先生的內容 而這些內容呢 我也覺得 今天翁達瑞陳時分先生 已經在這一段時間 短短的時間內 被這麼多的人提告 大家都是具名提告 結果我們的媒體 還要去引用這一些 已經被提告高度爭議 且不實的資訊 那我想既然有媒體 資甘墮落 來淪為政黨的攻擊打手 那我們當然也必須要來提出 我們相關的證據 希望我們正義的媒體人 還有我們的網友 以及我們的新竹市民 可以看清楚 希望能夠公正具實的 來進行真相的報導 和社群的討論 首先關於我們今天看到的 翁達瑞的事件 我這邊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學校方告訴我 有匿名的檢舉信件 向美國的新西納提大學寄送 我還是幫他匿了一下名啦 因為我不要 其實說真的也就是個匿名 完全看不到有什麼 See you friend 他指控說 我在這個論文 B.A.論文裡面 有所謂的抄襲的事件 那我校方告訴我 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他要說 我這邊念一下他的聲明 These allegations are not new They have been made repeatedly and instantly for over a year 這些指控並不是新的 已經持續被反覆操作 堅持了一年多 The allegations involve self-plagiarism which is not considered research misconduct 這些指控包含了自我抄襲 但是這並不被視為是研究不當的行為 Last year the graduate school leadership stated There is nothing specific to a graduate school on self-plagiarism This would not be something we would pursue 所以去年學院已經針對 這樣子一個匿名的檢舉 已經告訴聲明 對於研究生學院而言 我們沒有關於自我抄襲的定義 所以院方是不需要去做 這樣子的一個追究 然後再來 這一位是美國新西納提大學 研究誠信辦公室 也就是我們的學術倫理單位的 史特拉瑟珍博士 他說他本人 I verified that there are no copyright concerns 所以他已經驗證了說 這沒有任何版權 或者是研究不當的行為 但是他們說 這樣子的行為 匿名檢舉一直持續 騷擾美國西西納提大學 已經一年多了 最後他告訴我們說 You may or may not be aware the person named in the allegation 就我 has entered the political arena which may be the motivation for the allegations or not 甚至美國的研究誠信 學倫單位還覺得說 如果我們都已經這樣子的 去做這樣子的聲明 而對方還要持續這樣子 一年多來不停的做騷擾 會不會是因為這一個畢業生 他已經進入了政治領域有關 我也必須要告訴大家 我美國的教授 即便不是我指導教授 其他有修過課教授 他們還跟我說 洪安啊 他們當然用英文啦 他說洪安啊 台灣的政治好複雜 好可怕 怎麼會有這種持續的攻擊 按理來講 你應該拒名檢舉 你匿名檢舉 我們已經幫你處理了 結果竟然還是這樣 一直不停的在延燒 所以我必須要告訴各位 這是美國 新興納提大學學人單位 的回函 所以我的美國的博士 畢業論文在學術倫理上面 已經沒有所謂的 抄襲和票竊的問題 未來如果再有任何人 對於我的博士論文 要講到學術抄襲和票竊 我也會為請律師來維護我的權益 在這裡我必須鄭重的跟大家來聲明 如果今天美國 新興納提大學都做這樣子的聲明了 還有人要去做這樣子一個 胡作非為的這樣的惡意指控 或者散佈謠言 那我想請問大家 到底是大家相信 還是相信美國新興納提大學 你是相信慈濟還是相信我們的衛福部 你是相信台大還是相信林志堅 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是社會上自由公平的 好 再來 我今天在美國的博士就學期間 事實上我們的表現是值得驕傲的 我在美國博士在學期間發表的多篇論文裡面 最高一篇的引用次數是達到4510次 這是我昨天半夜下載的 因為數字會一直不停的在改變 我是拿最新的數字 然後其次是2000多次 再來是1000多次 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在打這個所謂的什麼抄襲論文這些 我告訴各位 其實真的 我們在博士在學期間發表了非常多的論文 你今天講的可能只是我其中的一篇兩篇的著作 但是我們的博士學位的過程 它其實是一個累積的過程 所以今天在這些研究上面 才會堆疊出最後你的博士論文的產出 而我們的過程 其實我們是引以為傲的 因為這些數字 我想只要是學術單位的朋友 應該也都能夠理解 這些學術的貢獻 他並不是簡簡單單就可以獲得的 所以我覺得不要今天一到了選舉 大家的這個判斷跟價值觀 會變得這麼大的落差 再來講到週刊 這邊週刊的報導裡面我們看了 他就用這四張片面的截圖 就我只說我是抄襲票竊 但是我想告訴各位 這期刊論文第一作者就是我高鴻安本人啊 你今天講說我高鴻安去抄高鴻安的東西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在著作權上面 其實說真的我們也覺得 這是一個惡意的指控 因為單純他講抄襲跟票竊的時候 其實 大家會認為是像零志堅超於震狂這樣 但是世紀上這些的研究都是我自己 我自己在做的研究 那為什麼你們要用這種惡意的標題去講我 因為一般人的正常認知 票竊抄襲就是像零志堅超於震狂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惡意的標題 好 所以呢 今天鏡週刊在9月20號的報導 有相當多已經完全是不死的狀況 比如說 他的標題直接寫 抄襲嚴重違反美國母校標準 剛剛各位已經看到了 美國母校的意思就是 他沒有任何研究不當以及不當的這個 我們講說這是自我抄襲的標準 也沒有版權問題 所以這個完全就是鏡週刊的報導不實 而且我已經昨天在電話中告訴他 他還是要這樣寫 再來 我們可以看到他寫什麼 經濟部制裁局公告 公務員與任內完成研究報告 諸作懸署機關所有 自策會員工根本不是公務員 所以我說這篇 這篇報導裡面說真的 沒有一個真實的人 裡面所有的人都是網友爆料 匿名爆料 然後這樣子也可以寫出這麼多的東西 我再次強調 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的著作權 引用資策會的這件事情 我也昨天 親自跟資策會還有技術處 通過電話來了解 其實他們在去年10月18號 翁達瑞的這一個臉書上來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啟動內部的研究調查程序 科法中心已經做過調查 確認沒有所謂的侵權議題 他們告訴我說 今天他們資策會 要做這樣子的一個侵權的認定 如果今天是非營利目的的學術發表 並不在資策會侵權的這一個範圍裡面 所以今天週刊不可以自己找一個 所謂他匿名的資策會主管 出來說高宏安是侵權的 我想這個我也必須要說明 最後一個 鏡週刊說他們自己去比對的32%的超標 沒辦法取得學位 事實真相是我們美國的這個大學 新興大地大學 他是自己會去做論文的比對 在畢業的時候 繳交就要比對了 所以其實我在2018年論文繳交到美國 學校的時候 校方已經跑過 相似度是6%的結果 這個是校方他認定的 相似度的比對系統 這也不是我自己跑的 我有留下這個校方 跟我的email的來回 就是當時我在畢業的時候 我繳交論文上去 校方跑完比對結果回來給我 這不是我自己跑的 所以以上所有的這些相關的證據 我們在法庭跟檢調單位 我們都會具實的來提出 也希望今天 在這樣子的一個證據的揭露之後 請大家不要再去做任何就是惡意的 這種指控 那最後我也必須要講 在這報道裡面講到說 我取得博士學位後 離開支撤會 不知道是講我什麼啦 就是說好像 好像說什麼 我用公費還是什麼的 我要告訴各位 我在念博士學位的時候 其實 我們是自費的 所謂的公費 只有中間短短的一個半年的時候 支撤會有運用一個 國際人才培育的補助方案 讓我可以在那邊享受到 所謂的租金的補貼或什麼的補貼 而當時的國際人才培育補助方案 這個合約上面是回來後要留任半年 就是你去半年你留任半年 所以我也完成了這個工作的規定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指控 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我們支撤會是身為台灣資通訊的法人研究單位 其實培育人才是相當重要的 的使命 所以其實國內有很多企業的高階人才業 是出自支撤會的體系 所以我今天收到支撤會的栽培 我也心存感恩 我在就職的期間 其實我也獲得了很多個人的榮譽獎項 甚至陳建仁副總統 還頒發了國家產創獎給我 支撤會內部也技術精英獎 最佳新人獎都有獲得 所以今天我在這樣子的一個栽培的過程 我轉換跑道到國內的指標型企業 當時我甚至也有得到美國的半導體產業 年薪300萬的offer 我也是留在台灣的企業來工作啊 那怎麼會用這種惡意來說 什麼好像你今天什麼用工費來留學 聽起來這麼惡意的指控 我完全一切的離職 或者是過程當中 都是符合工作的規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匿名的爆料者 是帶有極度惡意的個人意測 那特定的媒體記者 竟然還可以隨著這個匿名爆料 隨之其無來報導 真的是讓我完全的不敢置信 我想最後高鴻安不是林志堅 高鴻安在求學的時期 沒有什麼政治人物的人脈跟光環 也沒有什麼顯赫的家事背景 我們這是努力的去在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領域去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在美國博士求學期間發表的論文 都是可以供檢驗的 然後呢 我也要跟大家講 事實上呢 我們的鏡週刊 這一次的報導 我想請教一下 55台現在好像傳出TVBS要被換掉 換成進電視 時間這麼的巧合 今天在寫這樣子的一個報導的 又是鏡週刊 然後我們才看到張善政 張善政先前的這個報導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這一些週刊這樣花出去 一份文宣一兩百塊錢這樣散發 愛家愛戶送進週刊 所以現在怎麼樣 媒體跟政黨淪為一線 一起當打手嗎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太過分 我們今天必須要這樣站出來來澄清 我最後強調一個人的 record是可以被檢驗的 我高宏安今天從小到大 北一女台大不說 我們師大也是 綁手進去 台大是匪陶匪 學術成績第一名畢業 我們今天不是像什麼中華大學夜間部 然後才要去做台大的這個碩士的灌水 我們從頭到尾就是認認真真的對待每一件事情 我覺得選舉也不要選到沒有人性 把一個正常的人專業的人 白的說成黑的 今天資車會的著作權 我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在資車會攻讀博士的期間 我的直屬諸款都知情 我取得博士論文的學位之後 我的第一時間告訴我的主管 我的致謝也都有寫到他們 所以完全沒有周刊所謂的侵犯著作權的問題 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我的論文可以直接在網路上下載 請大家可以自己連線上去看 這是學校的官方網站OhioLink 我也會把我的這個學位論文的公開網址 放在我們的新聞框裡面 我現在就直接現場下載給大家看 我想希望蔡英文總統也可以做到這樣 我現在下載 然後沒有網路 沒關係 連上網路很快 連網路很快的 好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網址在這裡 請大家可以自己下載 我昨天也特別跟 這位記者說 他可以去下載 他還跟我講說 我都有錄音 他還跟我講說 什麼網址 我說那你怎麼取得我的論文的 結果呢 我們今天來看嘛 就直接上網看 最最清楚嘛 大家都可以隨時上去下載嘛 好 網路上面所說的 說什麼我沒有自協 我想給大家看一下 Dr. J. Lee是我的 Advisor 所以一定會有這個自協 好 然後在下面的話 其實也有 包含 Triple I My Triple I Colleagues Ryan Chan Yen Shea 這兩位就是目前最著名的 兩位共同作者也都有在裡面 那同時呢 This study conducted under the Triple I Innovative and Prospective Technologies Reproject and also Economic Affairs 經濟部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的自協 就在這裡 請大家注意 不要就是又講那個 好 那當然 Reference 的部分 OK 非常的長 100多頁 100多頁還說什麼 就是6頁的 不知道說什麼了 好 OK 好 這裡其實也有引用 這是Quality Prediction Modeling For Multi-Stage Manufacturing 這一個論文其實也都有引用 OK 那就是我的部分就這樣 所以 我也不知道等一下民進黨 立願黨團要說什麼的 有什麼我們就是反正都 攤在陽光下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可以具實的 公正的報道 感謝 而且我的博士論文 它是另外一個著作主體 我剛剛沒有講的是 博士論文 它其實是很多東西整在一起 我的研究架構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在做的研究 所以 我不知道剛才在不在 好 像比如說 我今天這個博士論文裡面 你們可以去看 像比如說最主要的 最主要我們的這一個 論文的架構像這個東西 這也是我自己畫的啊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我們Purpose the Master 的Flow chart 那這個Flow chart裡面的 每一個東西 都是我們自己畫的 所以你今天在講的 可能是某一個我們在 製作會的研究計畫裡面做的 並且對外公開發表 它可能是某一個Block 這一個技術的模組 但是我們今天的博士論文 整體來說 它是堆疊到 起來就是說它有很多的一些 模塊組成起來的 這些所有的整個架構 研究的計畫的架構 跟原創性都是我的 所以我覺得跟林志堅這個 如果要來比喻的話 真的是侮辱我了 這個研究計畫的成果 我們剛剛已經律師 講得非常清楚 我也親自跟資策會的執行長 跟技術處處長確認過 他們說如果今天是學術的發表 不是盈利為目的 舉例來講資策會的IP 如果今天是你今天在法人 做出來一個技術 然後拿到國外去賣 還是你拿去自己開公司 這個叫做IP的侵害 因為它有盈利為目的 如果今天我是在資策會的 研究的期間 將我的期刊論文在國外發表 就如剛剛立即說的 其實我們在裡面 有很多這樣的KPI 在發表之後 我在整理在我的博士論文的 一小部分 這樣叫做什麼 這樣叫做著作權的合理使用 所以不能夠拿什麼資策會 委託業界研究跟組合管理局 來抵抗到採訪 這就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很謝謝你的提問 但是我覺得 這就是我們必須要澄清的 因為我知道其實不是大家都 對於這些學術研究的東西很清楚 所以我真的是必須 像今天所有的這些文字 或者是圖片 都是我自己半夜在那裡弄弄弄弄弄弄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面 必須要跟大家說 我知道其實很多事情 並不是社會大眾可以 沒有寫過論文的人也許不知道 沒有待過法人研究單位的人也許不知道 但是我會盡我所能的 去為我自己的清白捍衛 我不會像某些候選人一樣 躲在其他的立法委員的背後 由其他立委來解釋他的論文 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也可以跟大家來做學術討論 這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不知道我還要做到什麼程度 才能夠讓這樣子的一個抹黑可以停止 但是我一定會努力去做 謝謝 我覺得是這樣啦 就是說今天這個爆料確實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新竹的朋友 其實大家也都會來跟我 傳這個連結 跟我說請我要記得澄清 所以我們也非常負責任在10點 就急急忙忙的 來把我們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攤開陽光下給大家看 包含說我們已經 博士論文通過美國學人單位的驗證 包含說我們已經有著作權的疑慮的事宜 所以這些事情我相信 如果說今天民進黨要想要用這種泥巴戰 把全台灣人打成林志堅 我覺得這是考驗全台灣人的智商吧 今天到底大家是要相信台大 還是相信林志堅 同樣的道理啊 你到底是相信美國新興納提大學 還是相信鏡週刊 這道理我覺得很簡單可以分辨的 所以我覺得對於選情有沒有影響 我相信這樣子的一個泥巴戰 如果再搭配他後續 就是什麼加戶投地啊 然後把那種完全不適的資訊 一直投出去 當然會影響啊 所以難怪說今天我們看到 每一個人說要來選舉的時候 大家都說啊不要啦 因為你來選舉會被抹黑 這就實實在在在的抹黑 正在進行事正在發生中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用林志堅的這個標準來看我的話 我都覺得沒有問題 完全經得起檢驗 因為林志堅的標準實在太低了 我覺得如果說講說什麼什麼把資冊會當工具啊 還是什麼無縫接軌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完全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一個惡意的揣測 跟不實的指控 為什麼 今天把資冊會當工具 我們說真的在資冊會就任的這一段期間 我在資冊會就任期間裡面 哪一項工作沒有認真盡心盡力的完成 我還獲得了這麼多獎項 然後呢我今天在資冊會 資冊會要你去發表論文你就去發表 資冊會要你我們去 比如說國外要去做培育人才的方案 也是選上了我們 然後送出國去 回來之後我們也遵照資冊會的規定留任 所有規定都一切合乎規定 那結果變成說 現在這樣子的一個好的事情 我也要告訴大家 我在後來 因為我們spin-off的公司 被鴻海投資 進到郭台銘董事長這邊來工作 這些事情其實當時在資冊會 說真的也是微微佳話 甚至後來我還聽到很多 在這個主管對於親人訓練的時候 也會把我當作是一個成功案例 因為資冊會就是一個培育 台灣資通訊產業 我們講說不管是在人才的培育 或者是先行的學術研究 或者是產業的落地應用 這幾件事情上面資冊會 就是非常重要的資訊化社會的推手 所以在這情況之下 今天他培養了一個人才 今天能夠在產業服務 在台灣的產業服務 我要跟大家講 美國開300萬年薪的offer給我 我也沒有去啊 我在台灣 留在台灣的產業服務 跟著我們在資冊會spin-off的公司 一起來做這樣的事情 我不懂這個為什麼在有些 特定戴著有色眼鏡的人士裡面 看起來就會變成是一種十惡不赦的罪行 他明明在法人研究單位是一個 讓大家覺得是一個成功案例的事情 結果到了選舉 到了民進黨的眼中 變成是一個十惡不赦 那我想請教一下 那你是不是就直接在資冊會 或者是公研院修法啊 優秀的人才都不可以轉調哦 優秀的人才都不可以轉職嗎 不對嘛 就不是這樣 依照工作的規定合約 怎麼走就是怎麼走 我們當時在資冊會離開的時候 是受到大家的肯定 結果現在到了選舉 過了好幾年的時間 卻變成了民進黨眼中的十惡不赦 我覺得選舉不可以這樣 我也必須要講 有今天早上有很多法人研究的 之前的同事跟主管 他們告訴我說 選舉選到這樣真的沒人信 他們也告訴我說 這樣子法人研究單位現在人心惶惶 大家都在想說 未來如果我今天在資冊會的 公研院的培育之下 我們在禁修碩博士 會不會未來也被追殺 或者是說我們今天在發表 國外論文的時候 以前是要求我們要發表 現在會不會變成反向 他們也會擔心 這些事情會不會未來 哪一天被你追什麼 我要什麼著作權 但我要跟大家講 沒關係 透過我們的案例 律師剛剛也解釋得非常清楚了 沒有所謂著作權侵權的問題 至於什麼工具人 什麼叫做什麼無縫接軌 我覺得這些都真的是太惡意了 大可不必 謝謝 文貫 那我剛剛問問 就是你這個獎項 好像你覺得已經有報案 但如果我也覺得說 如果論文還有金城主 接見學生 什麼等 那幫你提到的就是 重點那些事情 你現在包括 都會想到這個 現在是要想辦法 你也有 對 就是我覺得最近就是 對 壓力頗大的 就是感覺到外界的這些 風風雨雨其實還蠻多都有針對性的 不管是說之前 就是最近我們昨天是收到 非常多假帳號在網路上流竄 然後上面就會寫到 什麼類似把我們講成是 用我自己的口吻去講說 我是一個中共同路人 那這些訊息 確實會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困擾 因為不知道的民眾 他在網路上看到 這樣子一個頭像 因為是盜用我的照片 然後再加上這個名字去講的時候 確實他會變成是 我們好像在做這樣一個 中共同路人的發言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不需要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段時間裡面 確實可以感受到 不管是抹黑或網軍的攻擊 側翼的攻擊 已經有一點 感覺到是非常的誇張 那在這情況之下 我真的還是要呼籲 不管這後面出資的人是誰 真的不要把選舉打得這麼low 然後如果今天鏡周刊 要這樣做為政黨的 特定政黨的打手 要去做這樣子一個 我剛剛講的就是還要印很多的 很多本 然後做加護投地 那我們這邊也會有相關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在這情況之下 我真的在這場選舉裡面 真的是選到覺得 有必要像這樣子嗎 其實大家可不可以正常一點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我們來講的 谢谢大家